卡蓮已經給他放在冰箱裡面給他一起逼殺了 真是派他出來這樣可怕 好啦一樣 不養成 不學技能 不加強化值 然後不改機體 目前為止還算可以啦 已經五分之一了 我們的故事上已經經過五分之一 20% 轉學生 假鵝 還好是起木偶射 不行啊 我們本來的假鵝好像沒有那麼不良吧 這個龍馬反而比較偏向原本的 不求這點 他們本來就高中生 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啊 中介看起來還算是高中生勉強 那假鵝高中生跟龍馬 龍馬根本就是大學生以上 甚至你講他25歲28歲完全可以 假鵝說真的他已經不是高中生了 不是不是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最後之日 這新給塔是 舊版的 漫畫原作版 假鵝是那個劇場版的 啊對啊我們的好笑大大不是玩BX嗎 我會覺得說可以先玩UX UX然後再玩BX UX也蠻好玩的 BX一開始的主角機其實不太實 沒那麼吸引可能 因為比較有那種老套路的感覺 到後來合體之後才變得完全 超厲害 完全雕章話了 我們的貓有這麼爆笑嗎 現在看原作好像還沒有那麼誇張 下流的話來催促 原來那些是下流的話 明天好熱啊 還好吧 沒有超過40度都還可以 因為以前 以前 以前 超級年前其實很常 那種35 36度還是39度 都要在外面 那時候流汗就想說給他流啊 反正不會死 哈哈哈哈 憋了憋 其實熱的話 最保持通風 你與其 那個關窗戶 用那個電話扇 或是那種不太冷的冷氣 你還不如就直接開窗戶電話扇 給他循環 久而久之 你習慣那個溫度 你就不會覺得那麼熱 因為以前學校有些冷氣 其實不太夠力 然後他變成說 人多 然後又 狹小 不是空間密閉 又不太冷 大家這樣邊流汗 邊流汗 邊很悶 空氣悶 然後在那邊上課 然後後來有一個老師就直接 把那個窗戶都打開 然後電話扇打開 冷氣關掉 當下很多同學其實蠻抗議的 然後就後來事實上告訴說了 真的比較涼 不是心靜自然涼 而是通風 最主要的是通風 不要有通風 再怎麼熱 都不會讓你去 至少會緩和很多 同樣是熱的話 你閉著跟開著是不一樣的 窗戶一定要打開 如果你的冷氣不夠力的話 最好一定要打開 心靜自然涼 的確真的有心靜自然涼 心靜自然涼 只是因為你的焦點跟轉移注意力掉啦 而且再來就是說 你心不氣躁的 你身體真的會一直熱 你就放空 然後慢慢的平靜下來 你真的不太會流汗 驚訝 驚傳 microsoft的收購 SEGA 呃 基本上應該只是小道消息 等後來看他們 微軟本身 情況怎麼樣 SEGA應該還不至於已經必須要賣掉了吧 而且給微軟收購SEGA 我擔心以後的出音會很慘 因為美國人其實他們不太會去 去碰觸到初音阿 到時候初音可能會變很糟糕 可能那個畫風都會突變 變成是美式漫畫那種 可能 再不然就像JOJO那種吧 肌肉線條 喔別 初音用成那樣 初音就是要 就是要萌Q阿 人中之龍系列 人中之龍的話 對 也覺得有點 違和 畢竟他是比較偏那種日式的集道風格 你要去了解 日本集道的話 當然是由本地人去用 不過實際上我覺得查一查 應該就可以 人龍還可以 因為人龍去查資料或是去 訪問一些 就取材阿 都可以直接 用出來 小細節 慢慢就是 配合 日本團隊調整就好了 可是 Miku這種的 就不行 因為他是完全 萌Q風 微軟的 我都沒有用過萌Q的阿 萌系列的完全沒有 所以我覺得反而 最影響最大的應該就是V加了 不過V加本身 他只是SEGA代理 他本身還是程序在做 只是說以後SEGA以後的V加的作品阿 可能會變掉 與其微軟 我還不如說卡普空 卡普空或光榮還可以做萌系 Sony本身現在也好像也沒去做過萌系阿 萬代光榮 最好是萬代光榮 微軟錢多阿 對不對 電腦幾乎95%都是他的 KON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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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光榮 畢竟他 除了賣萌就是賣肉阿 所以我覺得還不如萬代 萬代出那個黏土人世紀阿 黏土人世紀他那個 就是萬代用的阿 他做得很好 非常萌 然後又非常療癒 雖然他沒有地圖 然後導致你會有點迷路 但是如果你有去看網路攻略的地圖的話 整個過程其實 步調不會慢 然後呢難度一點點 有一些些難度 又萌又Q然後又可愛 暗龍坑是贏的 三國之七阿 到時候玩光榮的除了樹霜系列 我應該是玩三國之七 好像之前我們的雷光不是有談到什麼三國之 曹操傳嗎還是哪一個 三國勵志傳 好像是三國勵志傳 之前我的雷光阿 談到問我說要不要玩三國勵志傳 我好像還沒有去查一下那個勵志傳 是在哪一個平台 又要多勵志 很勵志嗎 小兵力爭上游 最後變成統一全國了 我期待就可以了阿 期待你一個流浪漢 你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做上去阿 最後統一全國沒問題 你只要把君主 直接反抗幹掉他就好了 甚至你就要當到軍師喔 你君主那個都市其他武將全部移胎 然後呢把君主的兵調整你的兵 然後你直接抗爭下去 就是直接立起 你就直接可以變成君主了 不過很多那個舊部阿 如果跟你親密度不高的 他會直接也會變成 變成那個獨立勢力 然後要把你幹掉 你會變仇敵 信長之野望 你玩過我玩過 他更有策略 阿然後 他好像 之前玩那個是大智嗎 還是哪一款 他有武將系統 他有武將系統 武將系統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很多事情 就丟給那個上面的人就好了 你就專門去打 阿然後其餘的 信長野望 我就沒有去用過 尤其他那個信長野望 他也不錯阿 你可以去用自己的 好像玩大智吧 就是有武將那 你可以選武將那一代 他還可以有那種農 田地系統 你是一個小小的武將 你有一個小弟 然後後來你地可以越來越大 你的功勳 就像那個戰國那樣阿 戰國那樣阿 就是封地阿 然後三國至好像就沒有這種 頂多就十三威力加強版 他有那個家庭的 那個是什麼系統 家族系統 你可以拉龍然後變成異兄弟 然後拉龍變成你的家族 然後你的家族也可以提升你的設備 不過說真的那個家族系統 比戰不是很高 大家其實都在玩策略 所以我覺得 以戰鬥策略為主 期待做的真的很棒 對 三國至跟信長都有各自各自的樂趣 信長我喜歡玩那個封地 那封地真的很有趣 尤其你還可以 就是 那個阿 攻勢私用 除了貪污 還什麼的 然後你還可以就是 把自己的封地強化 然後用成是 就是攻勢 叫別人來幫你強化你的封地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不過很快其實大明對你的信用度就會下降 而且有時候它會把你移動來移動去的 而且有時候它會把你移動來移動去的 雖然你的封地會跟著你移動 封地會跟著你移動 還好這樣還不錯啦 如果要照寫實一點的話 它變成說 封地會 必須要更換封地 這樣真的很煩 魔旋雕像 我記得阿修羅馬辛卡 阿對 沒想到馬辛開撒 那麼快就出現了 11話 現在12話 我們有馬辛開撒 蹦太軍 我的蹦太軍軍團要出現了 法拉公主 阿修羅 阿修羅完全被利用了 超可憐欸 我們終界把阿修羅給坑了 雙界皇帝喔 OG外賺 可以 1、2、2月那時候 尤其W我覺得可能要到7月才結束 摩摩? 摩? 摩摩摩? 摩摩摩摩摩摩 MR900 不是才830欸 800是2嗎 怎麼900 你到底是多瘋狂的打啊 呃 期待OGS的麻煩要先等一下 我先α2好了 α2之後我會連續用OGS2 然後加OGS外轉 因為α3我會一口氣 一口氣用那個4個路線 到時候 時間快一點 你們兩個到底在對什麼話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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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OGS賺等於AEC NO CART 跟那個α1賺差不多 58萬 雖然每個人都有上熱血 熱血的話每個人平均打1萬 1萬多一些 算1萬3還1萬4好了 20個人 2萬28萬 哦 580萬 我在想說那個要怎麼辦 小藥 你已經被那個 我的毛利 毛利頂給 給污染了 好來看一下我們的 蹦太軍 我們的蹦太軍量產生出現 算能力都下降一點點 大約少10% 運動心也有 滿滿的蹦太軍我看一下隱藏條件 這關有隱藏條件我看一下 登登登登 第十二話 蹦太軍擊墜兩台以上 所以要三台 所以一樣我們的量產崩太軍先過去打 不屈地契合鬥志鐵壁破力勇氣 等一下有這麼強嗎 你太強了吧 能力全滿了 你呢 也是 太強太強太強了 真的太強了 用榴彈砲 不用 每個人用機槍給他轟下去 不要小看蹦太軍 我們蹦太軍非常的可愛 非常的厲害 好 六千三還OK 那我換這邊的打下去 好 援護攻擊沒有了 不要怕 我們這邊 可以 可以 可以下去 蹦太軍一定要拿 Z3有蹦太軍 V好像也有蹦太軍 T G站T有蹦太軍嗎 G站T啊 打不到 打不到 W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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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魄 陪拼 Sciences 阿 接下來換我們的奉太軍出現了 Bikk 鬼 快 雞戰T還沒玩過 等死定版 我也想等啦 可是這樣怎麼辦啊 這裡沒有1998 現在又有20古堡的特價 可惡 雞戰T到時候你玩玩換我玩好了 會心一擊 可惜鳳太君沒有特殊擊殺特效 我覺得可惜的一點 我決定等我拿到鳳太君 我要把他全部能力 武器啊 全部改嘛 然後技能啊 養成啊 那些全部都給他用上去 在那之前 我不改 我也不學技能 還不至於打不過去啊 目前玩起來就像 比α1還要難那麼一點點 一些些 因為我想說你們說簡單 我以為是比α1還簡單 就那種完全無腦 像Compag3男主角一樣 有沒有 Compag3男主角前面還可以 後面沒有那麼無腦 我後面更無 比較無腦 目前我玩過最無腦的 武改 然後還可以無腦 我還真沒玩過 大概就雞戰 雞戰X吧 雞戰X如果我玩初心者 初學者模式的話一定是無腦 Compag3除了主角以外 他其實還蠻弱的 因為我以前有稍微玩過一下 下來無雙 後期要後期 後期大家SP夠了 然後還有裝那個 技能芯片就是回復SD了 不然下來很難無雙了 因為他本身的決心要一直耗ST啊 真的說真的 如果是玩那個初學者模式 下亞真的可以一個人 除了BOSS以外 全部殺狂狂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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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對 夜影 薩達庫 太浪漫起來就是一種認識 快點等一下 我要拿到夜影 阿修羅男主角 你是誰欸 哲喵 他看起來其實很像蓋特系列的耶 那個蜥蜴人啊 你們不覺得嗎 那是蜥蜴人啊 你們不覺得嗎 我聽不懂你說的話 太可怕了 別說什麼話 那個是老闆 地球的大老鼠 哪是狐狸 果然只要有崩太君出來 我們的劇情絕對都是非常簡單的 我非常非常有趣 果然崩太君是 最棒的最棒的作品 以前想說我那個 驚爆危機啊真的加超多作品 感覺寵物出現不太喜歡 不過現在看來鳳凱君我還真喜歡 他們看到鳳凱君直接逃跑 狗人 六種顏色真的變六個了 不是五個嗎 我們的王凱雅也變成這邊的 根本就變成說給那個小提神看的 可是這樣民眾才不會恐慌 難怪是六個鳳凱君 我摸摸 摸摸摸 我摸摸 披薩 披薩好吃捏 有型那個起司看西 以前好像是吃 拿破裏來打美的 他有那個啊 知心菠蘿 我真的很喜歡吃知心菠蘿 脆脆 不會說那個放太久 冷了之後呢 他那個 餅皮的部分會硬 知心菠蘿完全不會 以前真的超喜歡吃 冷了也可以吃 就像吃菠蘿麵包一樣 不用擔心我們鳳凱君要打兩台以上 自軍機被擊墜被擊墜 被擊墜就是民眾就開始恐慌了 這關可能會比較快 可能八點 好 大家往這邊去頂 話說這原物防禦根本就沒用吧 1700滴 然後裝甲超低的 我覺得原物防禦根本就沒效 有加速嗎 沒有 就唯獨 就唯獨這個 鳳凱君啊 他這面相都沒有 有原防嗎 沒有太棒了 不要讓狼凱君被打 我還沒看麻星開灑幾滴血 原本每個都要打高萊恩 果然真的是高萊恩的敵人 狼凱君 打 三台 洪太君16 接下來交給我們的 蛤 被打蠻臭的 應該不是 有本事找不住 衝擊麥靈 我就覺得說這個麥靈應該是麥格林 這樣一個啟示也是啊 啟示他好像也是什麼 麥靈什麼 麥靈什麼 麥靈 去吧 沒有掃電圖真的不錯 玩起來就會輕鬆啊 你可可 挖電圖16%有沒有搞錯啊 孟太P這麼可愛你也敢打啊 夭壽為力 有熟練度 像阿白衣那時候有熟練度 所以很多地方麻煩 都要用特定的角色去打 或者是說就像那時候啊 我那個超獸機神 超獸機神那時候 把他那個斷空劍改滿 改滿之後才可以打贏他 打贏很多熟練度需求的技能 要不然說真的你要無改 你無改 你無改要打贏那些 一萬多滴就撤退 不可能 一定要改 那熟練度就是要你一定要改 除非從頭到尾一直瘋狂農 瘋狂農 把那個格鬥跟射擊農到直接 255 因為像早期你其實那個招式打下去 是頂多4-5千 就極限 然後4-5千他 加那個援護攻擊 援護攻擊本身又有80% 所以頂多賺9千還一萬吧 小至於說那熟練度阿 就是要你一定要把他用出來 一定要去修去改體體 沒改體體完全不行 啊你打鳳太君 呃他應該有那個吧 我的鳳太君等一下等一下 呃怎麼看有沒有精神 啊好吧 回避了回避了 暖色發布很大意 鳳太君被打一下就趴掉了 死亡黑獸 東海東海 死亡劍 我一定要看死亡劍 小開始 我不依對小 而我有不依了好 不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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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撿 每一個人用油彈槍我就必定打不死了 衝啊崩泰軍 崩泰軍戰隊 崩泰軍根本就把人氣吸過去 我覺得遊戲的銷售一定有三分之一是看在崩泰軍的份上 光這樣的話我看崩泰軍我也超喜歡的 不對黑鋼那不是熊是老鼠 明舊公到底是什麼 這只是吉祥物 奇美拉合成獸 崩泰軍很讚啊 好這一關結束了 摁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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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摁摁摁摁摁摁摁摸摁摁摁摁摁摁摁parent 各種山流話 好�� Quick At All 我的小孩子 夢幻破碎了你 我的小孩子開始討厭夢太君了 可憐 我們的終界被那個毛傑毒害了一下 鳳太君從一個吉祥物變成一個下山岸的猥褻物 可憐鳳太君 我其實覺得那個鳳太君他也可以加入到黏土人世紀 不知道萬代什麼時候可以把那個黏土人世紀重製 萬代好像沒有重製過那個遊戲 都是直接出新的 像我們的卡普空 然後 Fega 然後 還有 史克威爾 很多都有在重製 就是把冷飯炒成熱 炒成熱飯還不錯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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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十二畫 你要三十二畫可以組隊三臺敵人的體體 就是四臺 四十六畫鳳太君就直接出現 好 其他隱藏藥素 其他隱藏藥素好像就三十多畫 啊有 沒有 機動戰艦的我應該不太想 卡加利要三十 好 其他最新的就是三十畫 尼爾高 迅雷鋼彈 今天進度還OK 鳳太主要是鳳太君這一關蠻快的 所以只要有鳳太君啊 進度都超快 OK 那晚上就繼續魔物獵人 謝謝吧 然後我調720 好啦 先到這邊啊 謝謝大家 多看我黃金城的時光 那晚上就魔物獵人 然後 激戰W 明天下午就去了 等他玩黃黑龍啊 掰掰 掰掰 YES 贊送我披薩 每個爆炸的機上 會爆炸的孔 放火 Bong Dong Dong Dong